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邓惊全美的消息 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选 并全力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接棒挑战特朗普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民主党内部可能会出现多种竞选局面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第二条新闻 微软的全球云计算服务发生当机 但中国大陆却几乎未受影响 这要归功于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自给自足 国内企业纷纷转向本土网络安全供应商 确保了业务的连续性 最后我们来看加拿大的经济状况 由于经济疲软和失业率上升 家园面临下行风险 专家预测未来几年 加拿大的家庭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投资者也纷纷对家园持悲观态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亚和US总统乔·拜登退出2024年竞选 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拜登在民主党提名大会前一个月退出竞选 震惊全国选情不佳 捐助者流失以及党内外压力 迫使拜登做出这个决定 在特拉华州的度假屋中 拜登在少数顾问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陪伴下 愤怒且感到被背叛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拜登的退出引发了党内震动 哈里斯和其他有野心的官员 开始为接替他做准备 哈里斯接受了拜登的支持 并宣布将竞选总统 对决唐纳德·特朗普 民主党全国大会将在芝加哥举行 届时将决定最终候选人 拜登的退出引发了选民的震惊和不同反应 有些支持者感到失望 有些则对迎战特朗普的新候选人感到振奋 安华早报 中国在微软全球云计算服务中断事件中 几乎未受影响 由于美国技术公司CloudTrade的软件更新失败 全球850万台基于微软Windows的设备受到影响 而中国受影响的设备数量仅为数万 主要集中在外国企业的本地办事处或合资企业 QX报告称 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中使用CloudTrade产品的比例极小 自2018年以来 北京一直在推动本地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发展 以确保安全软件工具和平台的自主可控 此次全球中断事件表明 中国在安全可控计算系统方面的努力已取得成效 加速了本地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发展和部署 中国网络安全股票在周一上涨了4% 显示出市场对本地解决方案的信心 《环球邮报》 《加拿大经济相对美国更为疲弱》 《家园面临下行风险》 斯克莱克本策略师Hugo St. Marie指出 加拿大经济相对疲软 消费者负债较高 失业率上升速度快于美国 2026年的抵押贷款到期 将为加拿大家庭构成额外负担 加拿大央行表示 大约一半的抵押贷款持有者 尚未面临利率上升的压力 张业投资和生产率问题 也限制了经济增长速度 为了重振增长 加拿大可能会比美联储更快 更显著地放松货币政策 导致货币政策脱节 最近的投资者调查显示 约50%的分析师和资产管理者认为 将在未来12个月内进一步贬值 而不到20%的人认为 家园会升职 与此同时 投机者已经在大举做空家园 Yahoo Yusantiefi一直以来 都是反体制的代表人物 他与维基解密创始人 朱利安·阿桑奇合作 反对音乐视频的审查 成为自由言论的倡导者 他是首位童年获得奥斯卡 和格莱美提名的亚洲艺歌声 他的六章录音室专辑 探讨了数字时代的信息政治 其中2013年的歌曲的Message 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 连接到谷歌 连接到政府 如今科技 审查 监控 资本主义和人机混合体的发展 让他更加坚定地追求自治 并放大第三世界民主的声音 他的新品牌OHMI 旨在通过使用铜和镍的法拉第面料 抵御电磁波 保护用户免受 武贵Fi和莱牙的侵扰 呃呃呃表示 这些服装可以让穿戴者 在成像无人机监控和数据追踪面前 变得隐形 多伊初尔在2024年7月 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 遭遇了一场极端寒潮 气温低至富士5C 虽然这是南半球的冬季 但这样的低温超出了常规 鸭子在池塘中冻死 羊被困在雪堆中 军队不得不想受影响地区运送食物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的气候学家 劳尔·科尔德罗解释说 这种极端寒冷天气 是由于南极的冷空气被遗造成的 南极极地涡旋的异常弱化 增加了极地空气团 向南半球有人居住地区 逃逸的可能性 尽管这些寒潮不会对全球气候 产生重大影响 但他们可能会对巴塔哥尼亚的冰原 产生小的积极影响 减缓冰川的融化 The Independent 98岁的物理学先驱 伯斯·玛利·弗勒在75年前 因家庭原因放弃了博士学位 如今他终于获得了母校 布里斯托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1948年 他在布里斯托大学的发现 推动了毕子物理学的革命 预言了像西格斯·博骰子这样的例子 尽管他在1949年结婚后 离开了学术界 布贝尔奖得主 布里斯托大学校长 保罗纳斯爵士 在他的剑桥家中 为他颁发了荣誉科学 博士学位 并赞扬他的智力严谨和好奇心 称他为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弗勒博士表示 他感到非常荣幸 但谦虚地认为自己自那以后 并没有做什么特别值得尊敬的事情 全球邮报报道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万斯 将在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州 举行首次单独竞选活动 就在一天前 由于拜登总统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民主党候选人尚未确定 万斯计划在他家乡米德尔顿举行集会 随后在弗吉尼亚州 拉德福德举行第二场集会 万斯在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 提到被遗忘的社区 强调他年轻的优势 与拜登的长期从政经历形成对比 尽管万斯在辩论舞台上表现出色 但仍需向选民介绍自己 CNN的民调显示 大多数注册选民对万斯没有了解或没有看法 万斯从曾经严厉批评特朗普 转变为坚定的支持者 这次竞选活动将使他向选民 展示自己的一次重要机会 雅虎美国报道 新任俄克拉和马斯公立学校总监 杰米·波尔克表示 从前任总监的经验中 学到的教训将有助于他避免高流动力的问题 波尔克接替了意外辞职的肖恩·麦克丹尼尔 他的首要目标是在他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并为他人做他为他所做的事 持续性和稳定性对于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 他将继续推动麦克丹尼尔实施的通向伟大之路计划 I计划包括为所有学生提供电子设备 和在梅索小学建立安西伊安中心 波尔克表示 他的目标是确保领导力的连续性 以避免频繁更换总监带来的不确定性 雅虎美国报道 由于国会未能通过新的联邦人工智能法律 各州立法者正在自行采取行动来监管这些技术 特罗拉多州刚刚签署了一项全面的监管法律 旨在减少I系统对消费者的伤害和歧视 其他州如新墨西哥州 则专注于规范计算机生成图像 在媒体和政治活动中的使用 特里斯塔·格里菲斯表示 等待联邦行动是不现实的 各州必须先行一步 按赞助的特拉华州个人数据隐私法 将于2025年生效 允许居民了解公司收集的信息 并要求删除不准确的数据 尽管各州的立法可能会导致拼凑的监管 但也可能促使联邦立法者采取更明确的行动 Inamidou27岁的网球选手汤米·保罗 在女王俱乐部锦标赛上获得冠军时 原本应该成为焦点的她 却因女友佩奇洛伦兹的热情庆祝 而被抢了风头 26岁的洛伦兹不仅打破怪力 加入保罗在场上拍照 还主动指挥摄影师 她为拥有67.5万Instagram粉丝 11.2万生活品牌 Dairy Boy粉丝和25万U 这并月者的网红 背景并不显赫 出生在康涅狄格州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骨科医生 母亲是项目主管 她曾在博克山学院训练滑雪 后转到纽约帕森设计学院学习 并于2021年毕业 博伦兹曾与芬兰冰球选手 卡斯·佩里·卡帕宁 和演员阿米·汉默约会 后者在离婚期间 被指控暴力和虐待 博伦兹随后与歌手 摩根·卧伦和单身汉选手 泰勒·卡梅伦交往 最终在2022年美国公开赛上 与保罗相识 她的品牌Derry波以农场生活 和海岸主期为灵感 2021年推出后 迅速积累了大量追随者 《环球邮报》报道 RBC的Minion证券分析师 保罗·特雷伯认为 加拿大科技公司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季度财报机中 不会有太多意外 预计大部分公司的业绩 将符合市场预期 并重申年度指导意见 尽管宏观环境依然具有挑战性 但她认为大多数公司的趋势 是稳定的 预计有机增长可能会改善 利润率也将增加 特雷伯指出 加拿大科技股在本季度表现不佳 但估值仍具吸引力 预计下半年将开始跑赢大盘 她特别看好Salesx Constellation三家公司 应对Chelestica的目标价 从53美元上调至63美元 上调至63美元 对Constellation的软件公司 目标价从4300美元 上调至4700美元 与此同时 Dashadar证券分析师 约翰·斯克·洛德尼克表示 投资者目前更关注 黄金生产商的利润率 而非金价 预计黄金价格走高 和成本稳定 将推动利润率扩大 Anamie Door 39岁的英国歌手 莉莉·艾伦 最近在OmiFans平台上 发布了她的脚步照片 列订阅费为10美元 艾伦在她的播客节目中透露 她决定加入这个平台 是因为有人称赞 她的脚很好看 WiTV是一个专门欣赏 名人脚步照片的网站 艾伦在上面获得了五星好评 除了艾伦 还有其他一些名人的脚 也备受关注 比如巴比女演员马格特 罗比的脚在WiTV上 被评为美丽 并在多部电影中出现过 梅根·福克斯的脚 也获得了五星好评 她的未婚夫 机枪凯利在采访中表示非常喜欢她的脚 与卡带山图形明星科勒 塔带山的脚也获得了好评 尽管她的母亲曾批评她的脚不好看 前维密天使海地 克鲁姆和美国达人秀评委 索菲亚 维加拉的脚也在WiTV上获得了高度评价 南华早报报道 Meline Jacinto因在星球大战和壮志凌云中的表现 而备受关注 但她最近透露 在2022年的壮志凌云独行侠中 所有台词都被剪掉了 经为加拿大演员表示 参与这个庞大的项目 仍然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Jacinto因在单BC热播剧好地方中 饰演得可爱 却愚笨的Jason Mendoza而走红 她希望打破亚洲演员的刻板印象 并表示在好莱坞的亚洲演员机会 仍然有限 Jacinto持有土木工程学位 但最终选择追求表演事业 目前她与加拿大女演员Dai & Dong订婚 并积极参与提高亚洲代表性的工作 《环球邮报》指出 加拿大的C72法案及加拿大人护理法 旨在改善医疗信息系统的互操作性 促进医疗实体之间的信息共享 从而提升加拿大人的护理协调 尽管该法案为信息共享铺平的道路 但作者Carol & Steele Gray认为 单靠该法案无法完全解决护理协调的问题 静息共享只是护理协调的一个方面 真正的协调需要信息的可理解性和及时性 以及与现有医疗工作流程的契合 Gray认为联邦政府的这一举措是必要的 但还需各省视医疗网络和护理组织共同努力 确保信息共享真正转化为有效的护理协调 雅虎美国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在过去一年中显著减少了碳排放 气云数据中心的清洁电力石油量超过了一半 I公司在最新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一页 C报告中透露 阿里巴巴减少了23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将上一年改善了63.5% 阿里云作为中国最大的公共云服务提供商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 在其自建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中 有56%来自清洁能源 阿里巴巴集团CEO吴永明表示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公司将积极拥抱绿色能源 发展更清洁的计算能力 此外阿里巴巴还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并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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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